有生命力的 好,让我们接下来翻开 使徒新传第一章第八节 我们继续地探讨圣灵的功用 但圣灵降临在一切 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当一个人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们就得着能力 所以当你领受圣灵的时候 神就给你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做什么呢 做祂的见证 去传福音 换一句话说 你是神的店 圣灵居住在你里面 神要给你这个能力 你再也不需要受那罪的挟持和困绑 你能够靠着圣灵 战胜撒但魔鬼 抵挡诱惑 让我们接下来翻开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 小子们 你们是属神的 当然在这里 约翰一书是写给 已经是重生的信徒 所以小子们 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圣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那在我们里面的 指的就是圣灵 那在世界上指的就是 撒但魔鬼 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所以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具备了这个能力 在开始的时候 神将把这个世界 交给人类 去管理 他给人类 这样的一个权柄 去管理这个世界 可是当亚当 有笑话 吃了那分别上的 树上的果子 最进入这个世界 他们把原先 神所赋予 他们的这个权柄 捧手的 给了撒但魔鬼 所以在圣经里面 讲到 这世界的神 就是撒但魔鬼 可是当你圣灵充满的时候 当你圣灵搅灌的时候 你就有这个能力 你就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因为我们的神 是创造天地万能的时候 我们的神是主宰一切 掌管一切的 那居住在你里面的神 那在你里面的圣灵 是比这世界的撒但魔鬼更大 好 让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 看这个圣灵的搅灌 这圣灵是在什么时候搅灌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 在耶稣荣耀以后 当耶稣升天以后 他要赐下这所应许的 这个圣灵 路加福音第24章47至49节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 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 直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 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 从上头来的能力 在这个路加福音24章 我们看到就是 耶稣在他升天之前 他对众门徒的吩咐 他吩咐他们到城里面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这里指的就是圣灵 耶稣并没有告诉他们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要等几天 他只是说 你们要在城里面等候 当时他们在耶路撒冷 就是说 你要在耶路撒冷城等候 直到 直到 你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让我们接下去翻开 使徒行传第一章四至五节 同样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也是记载 就是耶稣在升天之前 对门徒的吩咐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属服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然后耶稣进一步的解释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所以这里所指的 上头来的能力 指的就是圣灵的洗 那我们接下去 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一至第四节 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记载了在五训节的时候 这个教会的诞生 那使徒们的门徒们 他们就照着 这些信徒 他们就照着耶稣的吩咐 到哪里等候 在城里面 在这个楼房里面等候 其中 这个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 也是在他们其中 他们是在那里等候 那在接下来 我们会看到 这个圣灵 就如同所应许的降下来 让我们读 五训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 有响生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 所做的屋子 又有舌头 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 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 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在五训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 这个圣灵搅惯了 这个所应许的 圣灵充满了 在座的信徒 他们就按着 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方言来 那其实呢 说方言跟圣灵充满 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不难发现在 每次圣灵搅惯的时候 这个门徒们呢 都会按着圣灵 所赐的口才 说方言 或者说起别国的话 那无论是说 别国的话或者方言 其实有三种 方言呢 在哥林多前书13章 里面所讲的是 一个天使的语言 那另外一种 就是别国的话 就是地方的语言 那另外一种方言呢 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 12章里面所讲的 那个说方言的恩赐 那那个方言是 造就教会的恩赐 那个方言是必须 被翻译的 那无论是哪一种方言 或者别国的话 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当事人 那所说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就是当事人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所说的是 他所不知晓的语言 不是在学校里面学习的 不是他自己的母语 所以是他所不知道的语言 那待会呢 我们会更进一步的 从圣经里面去研讨 这方面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 翻开 十图行传第十章 四十四到四十六节 在这里呢 我们会继续的看 这个圣灵是如何的搅观 当时呢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道人的身上 在这里呢 彼得来到了哥尼流全家 他就是一外邦人嘛 当他讲道的时候 当他还说话的时候 这个圣灵呢 就降在一切听道人的身上 那些奉割礼和彼得 同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 也绞在外邦人的身上 就都稀奇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 称赞神为大 所以这些跟彼得一同来的 这些信徒 受割礼的 这里当然指的是犹太人 所以这些犹太人就非常稀奇 为什么 这个彼得他圣灵充满 不是彼得圣灵充满 对不起 这些外邦人圣灵充满呢 因为在这之前呢 在这之前 外邦人从来没有领受圣灵 只有这以色列人圣灵充满 那我的问题是 他们怎么知道 这些外邦人圣灵搅灌 圣灵充满了呢 答案在46节 就是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